歡迎收看 庶民大頭家 歡迎收看 庶民大頭家 歡迎收看 來看到到底是哪隻黑手 推了雲豹小公主賴品瑜呢 她三度改口 最後現在的說法是說 她是被記者跟騷 但網友就傻眼了 那第一時間你就知道 不是被人家推的話 難道是刻意栽贓嗎 另外綠營是不是轉性不占中了呢 陸委會主動宣布要開放 八到九萬的第三地陸客 可以來台旅遊 但旅遊業者就嗆瞎了 平均一天才255個人而已耶 這樣子真的是 有開放跟沒開放 有什麼太大的區別 這是一種象徵性的意義嗎 我們都要一起來討論 問一下來賓第一位是 立法委員鄭立文 大家好 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前立委李勝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台北市議員王世堅 遠你好 大家好 賴平瑜昨天被媒體不斷的追問 賴靜林還有雲豹能源 到底是否左手賺公帑 右手拿給民進黨呢 那麼賴平瑜拒絕回答快閃 但他被攝影的腳架給絆倒了 第一時間他指控記者推他 甚至是還揚言要叫警察 不過事後看到 他的發文是三度改口 先說是被記者推倒 後來改成撞倒 最後現在變成是指控記者是來跟騷 讓他無路可走才會摔倒 那麼就有網友質疑了 賴平瑜的說法一改再改 還有人說 連內瑪爾的假摔都比不過你啊 但其實看畫面還蠻清楚的 其實根本沒有任何人推賴平瑜 那麼他的說法也是一變再變 這不就代表他知道 說人家推他這樣的說法 是有問題的嗎 那他第一時間又為什麼 要嗆記者推他呢 到底是搞不清楚狀況 還是向網友質疑的 根本是想轉移焦點 想要刻意栽贓嗎 立委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賴平瑜真的是年紀太輕了 根本沒有足夠的成熟度來擔任一個立法委員 這樣的一個重要的政治職務 那事實上對於一個公眾人物 關係到公眾的議題 媒體圍堵採訪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 那麼你也應該要面對 而不是說媒體圍堵採訪你 叫做騷擾你 你並不是一個路人 你並不是一個素人 更何況媒體圍堵你是因為你公開的 出來開記者會 雖然是不同的議題 但是你並沒有低調 你也沒有因此而迴避所有媒體的訪問 在他的父親辭職之後 事實上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止血的動作 無奈可能這個小公主 誰也勸不了誰也管不住 第二天還是非常高調的出來開記者會 那你當然會面對媒體的圍堵 難道沒有想到嗎 那媒體在外面堵你等你 其實你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你也早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會把自己描述成是一個 被媒體追殺追堵的這樣的受害者呢 這跟你的人設跟你的身份 真的完全不符合 實在讓人無法升起同情之心啊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在這過程裡頭 因為他拒絕回答媒體的問題 這是一個關係公眾的事物 而且是大眾非常關心的議題 如果你希望這件事情到此為止的話 就不應該還高調的出來參加 這種公開記者會的活動 而且是他自己主持的記者會嘛 那麼記者呢 來這邊違訪的時候 就說他摔倒了 摔倒了情況底下呢 就說為什麼推我 還說要叫警察來 所以其實態度的確是非常的囂張傲慢 看起來是誰也管不住他 民進黨黨團當然希望這件事情 到此為止才不會波及到 賴清德的選情嘛 繼續的在這裡頭打轉 對賴清德來講 只有扣分沒有加分 無難小公主抓不住就是抓不住啊 那麼昨天上演了這樣子的一個 趴該跌倒的一個戲劇化的畫面 其實看到記者還好心想去扶他呢 記者並沒有在旁邊 好像是你知道這個看笑話呀 哎呀真的是被我們抓到了這個鏡頭啦 人家是好心要去扶他 結果沒有想到被他狠狠地反咬了一口啊 好那麼在臉書呢 第一時間就PO出來說 他被撞倒了指控記者是撞他 後來呢就馬上改口把這個文章給下架了說 沒有他是自己摔倒的 所以你當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有沒有人推他有沒有讓他摔倒 他自己難道沒有感受 也沒有去了解真相是什麼 那麼一起來呢就是真的是亂咬亂罵呀 然後呢第三度的PO文又改成說 因為他是被一路跟騷無路可走 所以才摔倒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指控 我剛剛已經說了 你並非素人啊 記者並不是因為你個人的隱私去跟騷你耶 這是一個公眾關心的大眾利益的問題 而且就是跟你切身有關的 跟你自己的政治獻金來源有關的 你怎麼可以迴避之後還反而反咬媒體一口呢 那這是毫無一個民主政治人物應有的基本素養耶 所以這不是年輕氣盛四個字可以回答或者是迴避的 事實上我覺得賴平瑜當然摔倒了是令人心疼 但是他這種指控記者的行徑應該要出來公開道歉才對 結果他還需要能夠硬拗到底 因為民進黨的側翼民進黨的支持者都跟著他出來 洗版那些指控他不是被推倒而是自己摔倒的人了 那麼這已經引起了這個社會不分是非黑白 只顧立場然後變成好像黑道火拼一樣 在網路上火拼 這樣的一個風氣對台灣來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負面 好我們看到被指控的中間記者 雖然你覺得他並不是你熟悉的每天愛護你的綠媒記者 但是人家也並沒有像你說的在推你在跟騷你 他說我是看到你要跌倒了才想要扶你一把 也不過就是人性的直覺反應而已 網友就說真是這個跋扈的小公主 超級影后演這麼大 也有網友說內瑪爾的假摔都比不過你 我們看到資深媒體人的分析說 當記者們追著賴品瑜問的時候 是因為他自己沒有把家族爭議說清楚 跑給記者追又控訴推人 只會讓人家覺得真的有鬼 好你如果不想要低調讓此事就此平息 人家問到你的政治獻金 你當然有要回答事宜的義務嘛 那如果你覺得非常坦蕩沒有非法的問題的話 你更沒有必要跑給記者追啊 好像一副心虛 然後呢 這個惱羞成怒 這樣的感覺是不是更不好更扣分呢 好結果呢 沒想到這一摔啊 你看網路馬上來了 一定馬上挖出三年前自摔的這樣一個畫面 所以網友就說了 根本是個諧星咖呀 也有說他是立法院的假摔王啊 所以呢 你在立法院的問政沒有給大家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 在任何的議題上面讓大家覺得你特別的關注 反而是呢 這個摔跤成為了你這一任年輕立委問政裡頭 唯一印象深刻的部分 還有呢 就是呢每一次呢 幫民進黨出來罵人啊 這樣子的年輕人問政 是一個好的正面的一個示範嗎 對於鼓勵年輕人從政 似乎也做了最壞的示範 賴品瑜現在就被網友挖出他 三年前也曾經自摔的畫面 當時的賴品瑜他還說啊 能夠打敗自己的也就只有我自己了 網友就酸他說走路要小心 如今呢賴品瑜不說是記者推他 改口說是因為記者一路尾隨不停的跟騷 甚至是肢體碰觸他無路可走才會摔倒 綠營也群起聲援痛批記者騷擾霸凌 問題是在台灣的政壇上 除了蔡英文和賴清德可以不接受媒體的訪問 然後蔡英文總統甚至還可以出動違安和巨馬 把記者通通隔開之外 哪一個新聞的焦點人物在受訪的時候 不是大陣仗所有的媒體都擠在一起的呢 以前我們也看到了畫面 綠營一路在追問蔣萬安和侯友宜等人的時候 有人指控綠營的記者在騷擾嗎 炳哥 我先講喔 因為有人把他三年前在立法院摔倒那個畫面也弄出來 雖然賴品瑜還蠻年輕的 但是如果一個人常常摔倒要去檢查一下 可能不知道是平衡還是哪裡有問題 這個最好檢查一下會比較安心一點 那但是我必須講今天在座除了我之外 其他三位都是曾經當過政治人物 或是現在的政治人物 他們三位被記者這樣堵邁追訪 已經不知道身經百戰報多少次了 我想他們三位也從來 我也從來沒聽他們三位抱怨過任何東西 那我們自己我自己是記者出身的 主持人也是記者出身的 我們都知道現場本來就是這樣子啊 不然呢 因為現場就是一堆媒體嘛 你要知道很多立法委員 他可能當了四年立委 然後結果沒有人採訪過他 有這樣的殊榮是不容易的事耶 一百多個立法委員 常被訪問就那幾個而已 我講實在話 所以能夠被這麼多媒體包圍算是你的榮幸耶 我講實在話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什麼話題給我講 你以為我們記者很閒喔 我們是去採訪你幹嘛 所以今天就是有事要問你嘛 今天不是只有中天喔 請大家注意中天記者手上拿了 還要拿友台的麥喔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不是只有中天想知道 友台也很想知道 你對這件事情到底怎麼回答的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你說你有回答 可是問題是 你回答不到點嘛 人家問你你答B嘛 你沒有真正針對問題來回答 所以我們記者的職責是什麼 我們就只好一直問 就這麼簡單 實際上大家忘記了嗎 前兩個禮拜 毛寧因為擒槓的事情 被各國記者果然末角問了他18次 他還不是只能苦笑而已 不然他那人幹嘛 這就是這樣子啊 你支持你的職責 你今天身為民意代表 你可以選擇不回答 你也可以選擇離開 但是你不可以叫記者不能問 什麼叫做跳針 因為你不回答啊 我只好跳針啊 那不然怎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一碼歸一碼 那今天我覺得 他為什麼後來會被網友罵翻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因為他一開始是指控記者撞倒他 然後後來發覺情況不對再修改 然後改說他是跟騷 跟騷不對之後又說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是怎樣啦 要保持什麼社交距離啊 以後我們每一個記者採訪的時候 拿個釣魚缸好不好 把那個麥丟在你便宜這樣晃 可以吧 你把你自己當青蛙啊 我們這樣吊著你嗎 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啊 好像什麼 現在還有人把女權也拿出來 講說什麼 異性之間採訪的時候 你要保持分寸 那請問一下我們男人不是人啊 你記者來採訪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活該被貼很緊嗎 是這樣嗎 所以到底在講什麼 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今天事情最重要的是什麼事 你被絆倒 人難免 我跟你講 人難免那麼多人 湧擠在那個地方 難免都會被絆倒 或者撞倒或怎麼樣 這個都很正常的狀況 被絆倒了 就那個記者 你也看到馬德想要扶你起來啊 那就扶你起來 沒事沒事就好了 其實就沒事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你就走 我相信你走過了那個門出去之後 你覺得記者還能跟嗎 也不能跟啊 所以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 是你自己要把事情鬧大 抱歉我還必須講 你故意要把事情鬧大 為什麼我會這樣講 請大家注意他的反應 他在說你幹嘛推我 你幹嘛推我 請問一下你是被推了還是自己摔倒 你自己沒感覺 那再來呢 請問一下 你一開始是不是被裝死 你說你到底哪一台的 這個記者跟你好幾個月啊 你不知道他哪一台 你騙鬼啊 那如果你不知道他哪一台的話 那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你一瞬間說 你中天的喔 他手上拿三個麥耶 你怎麼確定他的中天 最亮的那個是三立耶 你為什麼沒說他是三立的 你明明就認識他 故意在那邊裝死嘛 不就這麼簡單而已嘛 那我也必須講 今天他出了這個狀況 其實照理來說 本來道個歉 說不好意思 我一開始搞錯了 那這樣道個歉就沒事了 結果民進黨不選擇這樣 反而是這些側翼啊 這些亂七八糟的這些人啊 群起而公之 以為這樣子 可以把風向帶走 剛好相反 其實你們越是這樣帶 大家對你的批評越厲害 大家越覺得你們民進黨 實在太假掰了 所以我希望你們繼續這樣講 你就用力這樣去鬼扯好了 去鬼扯說 都是記者沒有保持距離 都是記者沒有怎麼樣 還記者什麼準則 我還沒聽說過 什麼記者準則耶 所以我覺得你們要這樣掰 就用力去掰 到最後的結果 苦頭是你們自己嘗 不要忘記為什麼 在第一時間 就有這麼多的影片傳出來 你以為是只有中天在追你 你以為只有中天的記者對你不滿 其實現場很多記者對你們都不爽 因為問你問題你不願意回答 還能跑給人家追 你以為記者很喜歡追人啊 所以你想要得罪媒體是吧 繼續得罪 賴平雲面對記者追問他 家族涉入的綠電暴力爭議 快閃落跑 結果不小心跌倒 但他反過頭來怪說是媒體推他 那麼就有媒體人質疑說 賴平雲他其實是沒有把他的家族爭議 給說清楚的 反而跑給人家追 事後呢 是不是又變成帶風向來指控記者推人呢 種種這樣的一個動作 只會讓人家覺得 恐怕裡面是真的有鬼嗎 其實媒體想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賴靖林的雲豹能源 是不是有大賺台電公帑 然後這錢是不是有流入了新潮流 甚至是流入了賴平雲的口袋裡 到底有還是沒有 這不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 賴平雲只要暫定說清楚 不用幾分鐘不是就已經結束散場了嗎 還是他有什麼苦衷他不敢 或者是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只好拼命閃躲嗎 當然很難回答 那他的目的想要帶這個風向 是他的目的 今天我們花這麼多時間 討論他是跌倒鋪倒什麼倒什麼倒 就是他帶風向成功的結果 別忘了所有的事情的起源 不就在於他出來討論 何友宜的能源政策開始的嗎 那我們好好來討論一下嘛 今天台灣的力能政策是什麼鬼東西啊 今天台灣的力能政策是 民進黨的執政下給了一個議題 然後讓一群人在那裡大灘特灘 大吃特吃的一個項目而已嘛 所以現在民間是怎麼說 說我這項目的很妖怪 吃黨吃鐵吃到幾乎金四四了 項目吃到鐵枝軟的吃到麻糬了 就我四股頭還沒吞下去而已 突然中了 然後他們這些講話 有過頭嗎 有過分嗎 我們看銀報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 短短的期間增加這麼多的資產 從哪裡來 他創造了偉大的什麼 很簡單嘛 他就是民進黨新潮流嘛 他們就是政商勾擠在一起嘛 台灣談什麼力能 好好講一講 光伏 光伏是要有不能用的地 才能夠發展光伏嘛 像中國大陸像美國 有那麼大的這個沙漠地帶 有那麼大的岩減地帶 有那麼大的不能生產的用地 所以可以產生光伏 請問台灣有什麼地方可以搞光伏 所以搞到最後搞到宜塘 搞到農田 那怎麼搞的 當然要政商勾擠才搞得了嘛 要搞風能 台灣有多少地方可以搞風能 所以搞風能成功的 也就是像美國像中國大陸 那一種大大的廣闊的 沿野上的地方 他才有辦法在蒙古在西 在蒙古在西北去大搞風能 台灣的風能裡面有東北季風 有颱風 當時不是大家都說的嗎 所以風能能搞出多少 然後呢水利那就別騙人了 台灣有多少水利可以搞 因此台灣要真正節能減碳 一個就是天然劑嘛 一個就是核能 可是核能呢 今天又被民進黨玩的繩子牌 玩到什麼地步 民進黨玩核能的繩子牌 很抱歉今天我看不起 我要在這裡 向偉大的林立雄先生 發出呼籲跟號召 日本放核外水啊 怎麼那些款核能的一句話都不說啊 你說核能會有多大的禍害 我不知道 但是日本今天放核外水 我們都看到 那為什麼都講一講啊 繩子牌啊繩子牌 到底是真牌假牌 或者騙錢票的牌 當年在那裡各個 法相莊嚴 我是人 我反核 而今天呢 誰 核外水已經出來了 你們跑到哪裡去啊 還是只有一句話 吃糖吃地 吃到全身去金屎屎 然後呢 碰到問題 跑到沒辦法 跑到離一離 就是這樣子而已嘛 所以今天 他是嘗試想去轉移風向 他也適度某種成功的帶領 大家在討論他是怎麼倒的風向 但是大家忘了 我們台灣的能源 下一步怎麼辦 綠能是騙人的 是有限的 核能要丟掉 哪來還有多少能 所以 能源政策 應該好好討論 結果討論能源政策 你把它轉個向 轉出今天 你冒了敵 你們全家全部被爆出來 爆得多難看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境裡 他是誰 我真的沒有太大的樂趣 但是台灣的能源 已經被搞砸了 是我們看到的 最後我要來講 從俄烏戰爭 至少我發現一件事 核電廠是最安全的 核電廠是最安全的 因為這是全世界 大家共同的一個共識 不可以攻擊核電廠 所以俄軍不可能去炸 那個札布羅斯的核電廠 就是核 全世界都有一個共識 不可以攻擊核電廠 我們發現我們海島的台灣 真正要愛台灣的話 愛台灣 可能核能要重新啟動 日本已經放核水了 那些緩核的出來講幾句話好不好 這幾天怎麼都看到你們 都躲起來了 是不是也撲倒了 忘了爬起來 其實從還原多角度的畫面 可以看到賴品瑜跌倒的第一時間 當時他所質疑的這個中天記者 是出手想要去扶他的 結果得到的不是賴品瑜的感謝 反而是被指控推人還有跟騷等等 那麼結果網友看了畫面之後 發現賴品瑜摔倒的當下 有旁邊的許多的攝影師 第一時間他們去保護他們的腳架 網友就會說 幫這個攝影師擔心說 哎呀對呀 因為萬一碰了雲爆小公主 被告MeToo該怎麼辦呢 所以還是保護腳架好了 因為腳架不會告人啊 好賴品瑜說 媒體的問題都是在跳針 問題是賴靜瑜到底 有沒有用雲爆的錢 來捐錢給自己的女兒呢 那雲爆怎麼有辦法 可以獲利一年翻了21倍 其實賴品瑜她 似乎從來沒有正面的回答過 她是不斷地說 如果有不法就去告 沒有人有證據可以告賴靜瑜啊 所以呢她講的這些 不是好像 這是不是也算是一種在跳針嗎 好退一萬步說 有一個要連任 競選連任的明代 就算她被媒體重複的提問好了 她難道沒有一個風度 反覆地來說明嗎 賴品瑜快閃的態度 是不是反而讓人家覺得說 她是不是經不起檢驗呢 還是她想轉移焦點嗎 我們世間議員應該也常常被記者追問吧 你會覺得那是騷擾嗎 事實上是這樣 我覺得賴品瑜的問題 第一個她太年輕了 她太生嫩了 而且先前她也沒有這樣子應對的經驗 那更何況她是一個女性 那確實女生一方都會比較保護自己 那事實上這個記者有他們的職責 尤其現在每一台的記者都很年輕 他們都也很有新聞採訪的這種衝勁理想性 這確實會造成被採訪的人覺得咄咄逼人 但是這就是民主社會 這其實是常態 這其實是正面的 不過我是希望說第一點 冤有頭再有主 因為事實上如果大家質疑的是這個賴靜寧 那她擔任雲爆那是當門神不對 那是不是我就針對賴靜寧去採訪去逼問 去查她有什麼不法的資料嗎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事實上賴品瑜 她在剛才您提到的這個 是不是選舉有捐款 雲爆捐款 這個部分賴品瑜自己也公佈了 那大家也從監察院的這些公報也都去查了 事實上並沒有 一毛錢都沒有 反而賴品瑜接受到的是她父親 她父親個人有捐助她 不曉得十萬二十萬 這個帳上都有 那她完全沒有跟雲爆有任何的瓜葛 那麼她四年來在立法院的問證 也確實從來沒有提出 任何跟雲爆有關聯的 或者說跟光電相關的法案 這個部分是沒有 當然現在光電到了 已經發展到新的已經來到 大概百分之十這個階段了 確實我們應該整個社會要來好好的來省思看看 這10%光電跟風電的成長 是不是有造成我們環境上什麼樣另類的損害 這是檢討的時候 但是不可否認 因為蔡英文總統 這八年來她致力於強調這些綠電 台電才真的很正式的去針對風電光電去做發展去做推動 而現在我們難能可貴得到了這百分之十的綠電 它完全不必付任何的其他的原料費 它確實是源源不斷的風跟光能 這一點確實是我們社會是得到正面的 那當然反面的這個部分我們確實應該來檢討 比方說魚電共生 雞電共生 農電共生 這個是不是傷害了養殖漁業 傷害了本來的農業 這個部分現在執政的民進黨政府也是有在追蹤 有在也定期做檢討 那我的意思是說它光電風電有它正面的地方 當然相對也會帶來一些負面的影響 我們應該把負面的影響減到最低 那未來媒體跟公眾人物之間的採訪 我覺得要彼此互相尊重 賴平瑜也有它不對的地方就是說 它是不是脾氣太大了 那是不是挑一個時間 大家好好的跟媒體面對面來回答問題 充容的應對 那媒體我們急著知道答案這個也是對 很有衝勁這個就是對的 可是這種太侵入性的一些採訪的話 尤其是對女性 對一位參政不久的女性朋友來講的話 她會覺得有被侵入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覺得雙方都應該再來磨合 我們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庶民大投資家 陸委會昨天宣布從9月起要恢復第三類陸客來台觀光了 就是所謂在第三國求學就業的大陸民眾 那麼另外還規劃說要開放陸客團來台 以及台灣團客也可以到大陸去觀光 初期每天限額是2000個人 但是確定的時事日期還要看大陸方面的回應 還要大陸相向而行 但根據觀光局的統計 在疫情前第三第陸客全年來台灣的這個人數呢 叫做9.3萬人次 等於是每天平均可以有255個人 旅行業者痛批像這樣的開放根本是象徵意義大於實質意義吧 那麼先前大陸公布三批開放國家的名單 其實中華民國我們台灣都是榜上無名的 那麼旅遊業者為了要這個顧他們的生計 就揚言說要走上街頭去抗議 這才讓蔡政府是急急忙忙的端出了這個 叫做玩半套的開放政策嗎 李文 那現在蔡英文講說要在對等的原則之下 兩岸同步恢復觀光優先恢復第三地來台的陸客 那大陸一直希望台灣能夠開放啊 是大陸不 是因為台灣這邊不願意開放嘛 所以現在陸客也台客也不能去大陸 陸客也不能來台灣 好啦 現在王國財就跟著講了 交通部就說要檢視哪些人符合條件 過程應該會很快 好那麼陸委會則說9月份 好會恢復第三地喔 意思就是說從陸港澳來的不能啦 還是不行啦 那第三地有幾個人啊 另外規劃會開放陸客團來台 那麼每天限額2000人 好那麼大陸的回應呢 看怎麼樣之後呢 再來確定實施的日期 好我們看到旅遊業者就說 你要幫幫忙2000個 第三地陸客疫情喔 每年是只有八九萬個人來台灣 每天大概兩三百個人啊 根本其實是小鐘啦 是象徵大於十時 第三地的陸客人很少啊 而且他們來八成都留在台北啊 對於中南部對台東 對花蓮的觀光 根本沒有任何的幫助嘛 回顧馬政府時期 大陸客來台灣 一年可以高達418萬人次 消費額高達2100億耶 蔡政府預估每年都會有陸客8到9萬 連零頭都不到 好是不是不到馬政府時期的零頭 只夠業者塞牙縫嗎 恐怕連牙縫都沒有辦法塞 對於這樣一個政策看到之後 真的沒有辦法起任何一點點的聯誼啊 就覺得夠了 好現在呢不是這樣子而已喔 本來不是有傳出說保二也要呢去接受軍訓 結果後來發現啊 不是這樣而已喔 8月23號823 警政署就發布了保警訓練人員的專案征調規定 保一保四保五通通都要支援地方警力的呢 8月28號就通通給我規見 8月28號通通不再去支援地方警力了 保一保四保五通通都要規見 規見幹嘛呢 他們要向保二以外的單位征調上百名警力 軍訓十二州 如果呢自願者不足的話呢 就零選近兩年曾經獲得一年假一年以 烤機者來補足缺額 結果你烤機打假沒有被獎勵 反而要被懲罰啦 要被抓去軍訓啊 你看衰不衰 當時說要擴邊保二的時候就被罵死了 說要叫保二四千五百個人去守備基礎建設 大家都覺得很好笑 你要派我們的保警去守水庫嗎 去守電廠嗎 怕小松鼠又來讓我們缺電跳電嗎 那現在呢 所有的警察發出怒吼說 我們當時選自願人生的選擇就是希望當警察 不希望去打仗 警察跟軍人是天差地別完全不一樣啊 警察就已經人數不足了 台灣治安都已經節節敗壞了 你還要叫警察去當兵 所以當時警察就已經罵翻了啊 然後呢我們的政府還說沒有啦 誤會了啦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嗎 現在連保二都不夠 還把腦筋動到保一保四保五的身上 然後呢獲得一年假的烤雞的人還更倒楣 沒有人要來收軍訓就是你們先來 這是什麼政策這是什麼國家呀 好 結果傳出來什麼 傳出來警政署本來調派47個保警去支援南投 因為南投警力不足嘛 結果37個人調訓 南投警力不足的部分就會暫停了 因為要調回去做訓訓了啦 那麼12個派出所晚上怎麼樣 通通關門耶 晚上不執勤了 現在警察就變成朝九晚五啦 早上9點上班到下午5點之後就沒有了 晚上不好意思 沒警察啦 派出所居然關燈關店關門啊 為什麼 因為要去當兵啊 要去做軍訓啊 這不是太離譜了嗎 本末倒置嗎 基層員警又跳出來講了 我在意願調查的時候就告訴你 我不想要去受軍訓訓練嘛 所以呢我趕快申請調職 結果一指公文就撤銷了 調職的存技強制移撥 簡直就是在綁架我們 你這不是擄人惹熟嗎 把我們警察給擄去當兵啊 太離譜了吧 這是抓兵夫啊 基層員警說 強迫我們去受訓 管制調職一年 好像被行政處分一樣 你看到沒有 每一個人都並不覺得 這是什麼無上的榮耀啊 而覺得自己被莫名其妙的處罰了 為什麼警察要被處罰呢 馬文鈞 當地南投的立委就說了 為什麼把我們維護治安的警力 通通都抽走了 這難道不會造成地方治安的漏洞嗎 現在南投是怎麼樣 長期國民黨執政 所以夜不庇護了是吧 完全沒有任何的治安問題 不需要警察了 所以南投的警察通通來去當兵啊 真的是很奇怪耶 我們的政府到底在幹嘛啊 蔡政府說要開放陸客團來台 結果呢不只每天限額只有2000人次 而且還要看大陸的態度 決定接下來要不要實施 講白了就是拿旅遊業者的生計 來逼大陸跟蔡政府談判吧 是不是要塑造一個民進黨 可以跟大陸協商的氛圍呢 問題是過去馬政府時代 一年陸客來台啊 最高曾經創下了418萬人次啊 是創架了2100億的產值 結果現在蔡政府 每一年只開放8到9萬的第三地來的陸客 根本就只有馬政府時代的零頭而已 對這些旅遊業者來說夠塞牙縫嗎 那麼蔡政府一方面操作占中 另外一方面又要拿大陸的這個 要逼大陸拿出善意來配合開放陸客來台灣觀光 這劇本是誰寫的啊 是不是有點太超現實了呢 兵哥 王國才之前跟我們承諾什麼 說今年陸客有180萬 你看他現在開放 一天2000一個月就6萬 然後開放到年底多少 36萬 就算全部都賴不過才36萬 那跟他的目標不是天差地遠 那你開放這個什麼意思 而且他要開放了嗎 其實沒有喔 他說是要對岸跟我們對等 那問題是對等到底什麼意思 所謂的對等到底是說我開放2000 所以你也開放2000 是這個意思嗎 還是說你要承認我是中華民國 然後我承認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到底是哪一種對等我也不知道 所以基本上這根本不是為了開放陸客 這個在幹什麼你知道 這在做政治操作 因為他之前已經被罵翻了 說你幹嘛不開放 都是你這邊搞鬼 我們很希望他開放 不然我們旅遊業怎麼生存 他大概是被罵到民意冒 所以現在故意就丟這個出來 你看不是我不開放 我願意開放啊 但他不要啊 所以他就故意在玩這種遊戲嘛 其實民進黨從蔡英文上台之後 他一直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證明即使沒有九二共識 我們跟大陸也是可以溝通 大陸還是要跟我們往來 那這樣子他就可以證明說 以前講九二共識那些都是假共 多餘的 根本不需要講 像我們新的模式就可以運行 可是問題是大陸也不是傻瓜嘛 你要弄這一招大陸會看不出來嗎 所以他就不理你啊 那你現在好像詩恩一樣 突然說那這樣第三地了 我們先開放好了 第三地本來就不是什麼阻力 你覺得大陸有這麼無聊啊 台灣有這麼好玩嗎 我也來台灣我寧願飛到外國去 然後再這樣飛過來 你覺得他看起來很無聊嗎 他多花這筆錢幹嘛 他如果要多花這筆錢 他為什麼不去別的地方玩 台灣有好玩到這種程度嗎 所以我覺得這根本就是故意的 還是民進黨你要不要講出你實在話 你真的認為這些陸客來都很危險 不然的話為什麼要先知人數 一天兩千跟一天五千跟一天兩萬的差異 到底在哪裡 還是你認為這些人裡頭有匪諜 如果你認為這些人有匪諜的話 要不要乾脆直接講 大陸來的幾乎都是匪諜 都是向心 所以我全部不准他來 這樣不是更好 然後讓業者死這條心啊 以後就沒有大陸客旅遊這回事啊 我們回到最初的兩岸對峙的時代 這樣好不好 小三天全斷了 通什麼通根本不要通 這樣不是更乾脆嗎 那你為什麼不敢講呢 我就覺得不要老是在玩這種 意識形態遊戲文字遊戲 如果你們真的不想做 就早點跟旅遊業講 就好比說 如果你們在農產品 不想跟中國大陸溝通 你也早點跟我們農民明明講啊 說大陸這個市場完蛋了 因為我們就是不願意跟他做生意啊 你們趕快想辦法去做別的吧 趕快轉行吧 都你政府最起碼要有一個 基本告知的義務啊 然後你現在把它弄得不上不下 你知道多少業者本來很期待說 疫情解除之後 我們至少苦了兩三年了 我們終於可以賺一點 那你現在請問一下 這些業者到底是要準備還不準備 我如果一準備 結果你根本沒有要開放 那我不死啊 那如果我就是不準備 結果你突然之間說 好 我們開放了 那請問一下 我臨時去哪裡找這些東西 所以我真的覺得政府做事情 你要有一個按部糾班的規劃 而不能隨時因為你的意識形態 為了你自己的政治需求 然後把我們台灣人都搞死 你這樣子你到底是我們的政府 還是你根本就是中共臥底 好 說穿了其實現在的問題 就是兩岸關係 看起來是兵凶戰危 先前傳出蔡政府要將保二 從1400個人擴編到了4500個人 而且要接受軍訓 然後未來要去守所謂的 關鍵基礎設施 當時就引發了基層遠景的反彈 現在爆出警政署 在7月28號發文 要求支援各單位的人員 必須要提前歸件去受軍訓 甚至還規劃向保二以外的警察機關 來徵調上百名警力 也要接受軍訓 就基層的遠景抱怨了 先前在調查時候 早就已經表達沒有接受軍訓的意願了 甚至還提出了這個聲調 上級還也已經寄存了 結果現在突然一指公文 就撤銷調職還要強制來移撥 他痛批是強迫大家受訓 簡直是被綁架了嗎 那麼先不說法界認為警政署的做法 其實和警察升遷辦法是有法源衝突的 那在任務先前不是一直告訴大家說 兩岸沒有兵凶戰危 這是大陸的認知作戰 那既然台灣根本沒有危險 為什麼要強迫警察去受軍訓呢 溜富老師 台灣目前的各種政策 包含大陸政策在內 包含對大陸的所謂的對峙政策也好 備戰政策也好 台灣都在說 你根本不知道他的方向在哪裡 然后讲话 丁山倒是胡说八道 马英九的时代 一年418万的人来台参观 怎么样子 台湾沦陷 台湾被木马屠城 台湾垮了 那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是哪里来的 是哪里冒出来的 公公的三百位 讲到已经快听不下去 还在扯 现在保卫这个就是扯 我们需要明确的政府政策 来带领我们的国家 上下一心往前走 看是我们今天要问 能跟政策通吗 是除了制造议题 让大家赚一笔钱 然后再过来 两岸政策通吗 到现在为止最大的制造都不通 同样的 我们今天台湾最需要的是和平 不是吗 那有没有和平的摩泪 你听过吗 有没有和平的荒岸 你听过吗 有没有和平的步骤 有没有和平的政策 你听过吗 这些都没有听过 但是我很明显看到 是美国的政策 美国的意见 今天到底是台湾人民做主 或是美国做主 是台湾边还有美国的阿爸 你想是不是这样 我请问这些主张 这些从四个月的议期 变成一年 是台湾的民意 是民进党的本意 或是美国人的意思 我们民党今天表明 这是我们民进党的本意 那也好 躲躲散散 用美国人的意思 今天警察要变成了武警 那干脆是个武警部队算了 谁中共 不行 谁中共 那就变成中共投入人 那笑话一堆嘛 那你可以来看看 这个警察 然后呢 要把他变成了军人 四个月变成了一年 那不久呢 不久家家要花一把AK-47 再过来呢 派出所前面 要装赤身灰弹 再过来呢 还有呢 学习打相战 请问我们台湾要干什么 民政宁的政策 我们最需要的是和平 请你告诉我和平的政策 但是你所有的做法都告诉我 我们准备要打相战 你所有的做法都告诉我们 我们准备拦你这边 你所有的都告诉我们 我们准备要干一架 那干一架也讲明嘛 又不敢讲明 他敢讲明吗 选举到了又在讲 哎呦 民党是和平的 我们创造和平的 什么创造和平 这个的做法是和平的做法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 真的 切不够了 乘切不够了 什么的乱乱种 这个经济说的很衰 他要去做经济 现在要抓他 他要去做兵 一群要进步了 谁拆贵 说我去民党要进步了 你怎么拆贵贵贵出来 这就是 是什么 因为没有台湾的民意 只有美国人的主义 这是我们的悲哀 也是民进党 也是以后政党伦地之后 任何一个主政者 请以台湾人为主 不要看美国人的眼神 先前传出参政府 就要征调这个保二 来接受军训 是要打造所谓的第二陆军 当时这个说法 传出来的时候呢 林又昌部长还驳斥 他说这个是为了 要提升保警的能力 但是现在传出 警政府啊 这个警政署原本呢 是调派到南头去支援 有47名的保警 结果37个调回来受军训 导致基层的警力不足 结果呢 有12个派出所 以后变成朝九晚五 直接宣告告诉大家说 这地方半夜没警察了 改成9点到5点才开张 大家不反对 提升国家公仆的本职学能 但是这些保警 不就是因为地方警力荒 派去支援了吗 如果只是单纯要提升能力 那不是也应该 分批分量来受训吗 怎么通通一起照回去呢 难道民党认为警察的天职 应该是去当兵 保护百姓的身家 维护治安只是他们的 副业而已吗 事件议员 你刚盛峰委员讲的也对 那个某个程度在分析 这个确实 我们平常国安跟治安的问题 确实 这样这样的防护跟人力 确实是应该要分开 不过每个国家 从美国到中国 其实他们大概 也都会碰到这样的情况 像美国如果碰到恐怖攻击的时候 他们也有民兵的协防 协防这个治安跟国安同时进行 那像中共他除了解放军以外 他也有武警也有公安 他们的一些任务 其实有一些部分是蛮重叠的 你刚提到的 确实保二总队 他们确实最近有这些调讯 可是这些调讯 并不是说就要把他们当作军人去军训 不是 其实训练他们要做的就是平常重要的 我们这些关键设施 基础设施 这个安全防护 警卫巡查 这些工作 那事实上保二总队现在的人力 如果照我们现在我们国内重要的这些关键设施 比方说水库 发电厂 科学园区 我们从北到南 你像除北生医园区 龙潭 虎尾 台南 高雄 从北到南这些科学园区 水库大潭 火力这些发电厂等等 其实总计我们的人员 其实光那一两千位还不够 所以我们国家甚至未来要成立保八总队 要增加四千名这一部分的警力 也就是来加强我们国家在这一个部分 基础安全的防护 基础设施 关键设施的安全防护 那其实这每个国家都会这个样子 因为这些科学园区 这些发电厂 对我们整个国家而言 这太重要了 这个已经提升到国安的层级 有这么急吗 急到要马上通通调回来 让十二个派出所半夜都不开门 对 事实上治安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一个部分 我觉得警政署 他会加派其他的保警总队 把地方治安警力要补齐 不能说只有白天有警察 那晚上 这个就真的七月 那晚上 11点以后就没有警力 事实上绝对不会这样 暂时之间会有警力短差 但是应该内政部警政署会马上来补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日本昨天真的把韩川的核污染水 给排放到大海了 大陆立刻宣布 全面禁止日本的水产品 韩国有多处的鱼市场生意冷清 没有人来买鱼货 摊商抱怨生意 简直比疫情的时候还要更惨 反观蔡政府全面静悄悄 只有原能会发布新闻稿 强调会持续的来监控 食药署甚至还说 我们没有看到有风险 所以不会禁止日本的水产品 现在连日本渔民都强烈抗议了 怎么我们的政府好像比日本的国民 更爱日本吗 那民营党说 核四会有辐射的风险 可是日本排放的叫做 核灾变的寒川污染水 难道这个没有辐射的风险吗 如果日本排放的核污染水 真的像蔡政府说的这么安全 那日本人怎么不自己留着 好好拿来浇花种菜洗洗车呢 那先前大陆不买澳洲的龙虾 结果全部都被卖到台湾来了 我们要请教一下兵哥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了 韩禄港澳都说 不买日本的渔货啊 所以日本水产会不会最后 通通都出现在台湾的餐桌上啊 这不无可能 然后卖我们还卖比较贵 搞不好还出现这种状况 那我是觉得我们的原人会 真的很 听起来蛮可笑又可悲的 你说你会随时监控 那我就请问一下原人会 如果都没监控到 都没有发现到也就算了 那请问一下 当你检测到 万一被你检测到 请问怎么办 你告诉我怎么办 这个不是食物耶 食物你说我检测到 退货 这是在海水里头检测到 请问一下怎么办 你有什么办法 你有任何一个办法可以解决吗 你告诉我 如果假设真的 因为现在人家说240天之后 我们台湾海域周边 他就会过来了嘛 那请问一下万一检测到超标了 原人会有任何解决办法吗 那台湾人以后要不要活下去 原来把海水抽干就解决了 对啊 如果有这种办法的话 那个我们大概就变上帝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你在讲什么笑话 这种东西可以 你监控有什么用 重点是要解决啊 所以当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 就不用监控了 你就应该直接告诉日本 我们非常严重关切这些事 我反对你做这件事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一切都按照科学来 如果今天日本政府愿意开放 让世界各国 台湾也去 韩国也去 中国大陆也去 全世界各国都去 我们实地到现场检验 所有的科学单位 一直认为这OK的 那没话讲 你今天只给原子能 联合国的原子能总署 然后呢 去年做了两次检测 只公布一次的报告 另外一次不公布 请问一下你什么意思 那个报告到底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不公布 那当你这样黑箱作业的时候 请问一下 我们要怎么相信 你们真的是按照科学不要忍做 那今天连日本人自己都爱反 我们一直在讲啊 你们之前告诉我们说 这可以拿来当水喝 那你就直接灌溉你的农田啊 你在日本灌溉看看 看这些农民会不会跟你拼命 就这么简单而已 那如果连日本人自己都怕 为什么我们老神在在 我不懂 整个蔡英文政府好像希望 大家不要知道这件事 难道因为这是 日本大哥哥的善意吗 我们就要吞下去吗 那我建议啊 240天之后 他会来啊 民进党全党 到我们西海岸 沿路在那边靠 全部归在那边 把这海水喝掉 因为你们选日本 日本排给你的污水啊 你们觉得这OK啊 如果你这样做 以后我就再也不骂名了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 日本已经把这样的 寒川的河污水 都已经排放入海了 可是我们完全不抗议耶 这个我们要请教一下 盛丰老师 真的是这么没有风险吗 日本今天的作为 是人类的公敌 日本今天的作为 是一个超越了 一个国境 违背了整个人类共同资产的海洋 而这个时候 任何不开口的国家 都是未来人类的公敌的帮凶 现天所有不开口 谴责的团体 尤其那些号称什么缓和的 利涉和平的 环保的 到现在一个 都不敢放的 从此以后 拜托 请你把你们的招牌挂起来 因为你们没有资格 从人类有了核能核电以来 什么时候我们看过 一个如此恶毒的政权 一个如此恶劣的作法 公然在全世界 所有人的面前 公开的放毒给你看 然后很多人 还有很多国家 很多政客 很多政长 都还一句话不开口 你告诉我 这是什么 良心何在 日本一定会付出代价 那在闭口的 也会付出代价 其中 第一个可能要付出代价 叫做韩国 因为韩国跟日本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的错而下 为了所谓的政治的目的 把他自己的国家的 基本人尊严 抛弃的不收 连为人的基本价值都不见 西方不是喜欢讲 普世价值吗 请你告诉我 快点 快点